妈咪啊 你可好吧 我想你了 对不起 晚了 我真的觉得你比任何人都重要 我忘不掉你 如果我只是你 重拨选择中的其中一个 那我宁可你不行 男生等一下 他好不容易过来找你呢 要不你就跟他聊一下吧 你们两个当初为什么分手啊 我们俩根本就不合适 当初分手也是他提的 我已经挽留很多次了 他还是没有选择我 这样我回来干什么呀 那女生当初为什么 那么坚决地提出分手啊 当初我在提分手 是因为我觉得在一起 没有心动的感觉了 分开对彼此都好 但是这次我回来 就是下定决心 和你好好在一起的 那你为什么觉得我会等你 你原先不是说过 你最爱我了吗 那这次为什么 不能再试一试呢 我在你心里 根本就不重要了 再试一次结果也一样 怎么不重要了 我心里是有你的呀 你要是真觉得心里有我 就会在别的意识 接近你的时候 主动拉开锯 可你只是觉得 我们只是简单聊过 天儿也没什么大不了 最后怪我 一心比你还重 可是明明是你 总要猜忌我 应该没有一个男生 觉得这很正常吧 可是你知道我和他没有 不是你听我解释 我和他真的没有联系了 别紧张 我什么都没问题 不是我觉得 我和你在一起之后 没犯过什么原则性的问题吧 对 你的确没错 但你不能拿原则性的问题 衡扬在爱情中对不对 一个没犯法的人 一定是个好人吗 你没做过分的事情 你一定是个合格的伴侣吗 我手机号多少戏的 我生日几号戏的吗 你根本不爱我 别骗自己了 要不两位 你们再单独聊一下吧 我还是觉得你最爱我 吃来的醒悟和道歉 不值得被原谅 而且过了这么久 我也放下了 最近有个女孩对我挺好的 从来不会像你一样 不是冷落 还有货色的东西 无论怎么修 都是会有裂痕 可是我这次回来 就是想和你重新在一起的 有什么问题 我们一起解决不行吗 我们找不回以前的感觉了 还是算了吗 这句话是熟吗 分手的时候你对我说的 现在我还给你 我们就在给彼此一次机会不行吗 对不起 我不是plan b 也不是选项意识 我希望我是你坚定的首选 而不是谁的背景 我们回不去了 你出现要幻灭 是错觉 他让我迷失的谎言 我更也去脱险 不要言 本就尽非 我还能够 你早点 我还没